這身裝扮是泰國的傳統服飾 然後就是透過這支舞蹈 就是有認識更多泰國的一些文化 這一套服裝是緬甸男生平常會穿的 然後因為緬甸那邊潮濕多了 所以會穿這種裙子 可以通風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禮拜六有參加新住民國際舞蹈比賽 然後獲得優選晶級決賽 是菲律賓的傳統的衣服 跳這個舞之後 我會比較認識菲律賓的文化 2023基隆國際移民生活節 打到亞洲最有愛的城市 畫面上是國際移民生活節的記者會 由基隆市長謝國良 縱發處長林立禪 跟民政處長張淵祥 以及中山區區長徐雅文 暖暖區區長陳如東 和參與活動的各單位 共同邀請大家在11月18號 一起來體驗多元豐富的活動 11月18號我們的 基隆移民生活節在文化中心廣場那邊 那這次的活動結合了所有的移民生活在 基隆以外呢 還有我們基隆七個區的 好好玩的東西都會帶進來 那一起慶祝我們的移民節 除了移民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私鄉品嘗家鄉的美食 然後體驗家鄉的文化以外 大家也可以跨區來玩一下 基隆不同地方好玩的東西 阿板 大家好 阿板 吉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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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看到 大家在那裡 我們基隆市 基隆市長所說的國際港督 在各個族群 特別是國際移民 能夠在基隆展現出各種文化 而身为一个基隆的子弟市民们 都非常结成的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能够来基隆这个国际港督来定居宜居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港督 欢迎各地的移民朋友来到基隆发展 我们基隆希望成为一个国际的港督城市 自然对我们的国际移民要非常的重视 不论是经济移民或者是婚姻移民 只要到了我们台湾 只要到了我们的基隆 我们就结成欢迎 所以我们在11月18号的下午 我们不只有美食 有很多手工艺品艺术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基隆是最重视我们的新住民朋友 未来也重视我们的国际移民 我们希望基隆能够成为 台湾最新的一个国际移民城市 记者会中抢先展示新住民朋友 首作的家乡美食 首工艺文化 还有基隆各区的在地特色深度旅游 呈现基隆国际港督有深度 有内容的多元人文 也打造基隆成为多元族群 和谐的友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